在汉字发展的历史成河中 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书写形态 从大约三千多年前的阴商甲骨文到现代楷书 字体的演变从未停息 甲骨文又称弃文甲骨补词 硅甲兽骨文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济世 而在硅甲或兽骨上弃刻的文字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不仅有政治 军事 文化 社会习俗 还有天文 历法 医药等领域 甲骨文是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 在目前已经辨识的甲骨文字中 汉字的六书原则均有体现 具备了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 同时 甲骨文还保留着许多原始图画文字的特征 如甲骨文冠 下面是一个敏 即洗手的盆 盆里面是一只手和水滴在一起 形象地显示出古人洗手的样子 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经文是注客在青铜器上的名文 它多为一篇一篇的完整记载 其内容是关于四点 赐命 诏书 征战 围猎 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 经文始于商代早期 夏器勤灭六国 大约有一千二百多年 据荣耕经文编记载 经文的字数共计三千七百二十二个 其中已识别的有两千四百二十多个 经文的字体整齐华丽 古朴厚重 与甲骨文相比 经文脱续版制 变化多样 在艺术风格上更为丰富 如西州城王时期的历轨 上面的经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经文逐渐开始衰退 咒文 因建于史咒篇 故称咒文 又称为大传 咒文出现于西州晚期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国 咒文字体与秦传相近 而字的构型多重叠 六国文字及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文字 又称六国古文 六国文字字体基本上比秦国大传简化 现在所知的六国文字 主要以孔弼古文为代表 六国古文最可靠的资料 是散见于三国时 魏国的三体石经蚕食中的古文 此外 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陶器 兵器 货币等上面 也都有六国文字 传文及传体字 是汉字五种字体中出现和发展的最早的一种 传文分为大传 小传 广义的大传 是指先秦时期所有的文字 包括秦朝以前的甲骨文 金文 咒文和六国古文 小传则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通行的文字 秦始皇灭六国 下令成功造新字 许慎说文解字 续说 李斯等人所造的文字 揭曲始咒大传 火泼省改 所谓小传者也 秦代经十刻文 多出于李斯之手 他也被尊称为小传的鼻祖 他用传体书写了苍结篇 一共三千三百个字 是秦代文字规范的标准文本 汉代时 历书开始流行 小传的地位被取代 历书 又称历字 古书 是在传书基础上 为书写辩解而产生的一种字体 历书的产生与发展 经历了萌生期 蜕变期 成熟期三个阶段 从字体形态上看 历书的形成经过了 解散旧的字体结构 和历书笔画的格式化两个阶段 现在见到的古代历书 以东汉时期的西平石经 曹全碑 张谦碑最为著名 历书的出现是汉字史上的 一次重大变革 是改象形为笔画画的 汉字形态的开始 草书形成于汉代 由历书演变而来 其产生的直接原因 是为了书写简便 草书对历书的改造 主要是通过简化 省略与连笔来实现的 唐代书法家张怀冠在书段中认为 草书的特点是 存字之梗概 损利之规矩 纵任班译 复速急救 因草创之意 为之草书 草书有张草 金草和狂草之分 张草起于西汉 胜于东汉 字体具有历书形式 字字区别 不相连接接近于行草 东汉末年 张草进一步简化 退去历书笔画行迹 上下字之间笔试 牵连相通 偏旁步手 有简化与护戒 产生了金草 金草即现金通行的草书 又称一笔书 到了唐代 又出现了狂草 以张旭怀速为代表 狂草因省比较多 难以辨认 其审美价值高于实用价值 凯书又称正凯 真书 正书 即今天使用的正体字 凯书的结构与历书相比 没有多大变化 写法却有所突破 字体方正 横平竖直 异于辨识 可为楷模 楷书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萌芽期 发展期 繁荣期 守成期 楷书发展初期 仍残留极少的利比 解体略宽 横画长 而数画短 唐朝是楷书发展的鼎盛时期 书体成熟 名家背出 凯书四大名家中 欧阳荀 颜真卿 柳公全 皆唐代书家 锦赵孟甫 是元代人 唐朝末年 凯书发展至顶峰 风格过于规整 开始逐渐走下坡路 行书的产生 要宛于其他各类书体 其形态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 但是行书不像草书那样潦草 它易于辨认 在行书流传过程中 又产生了变体 其中凯法多于草法的称为行凯 草法多于凯法的称为行草 行书是由东汉末期书法家刘德生所造 东晋时期 王羲之将行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起来 使行书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 行书的主要特点是 大小相连 收放结合 疏密得体 浓淡相容 行书中的经典作品有 王羲之的《蓝亭集叙》 颜真卿的《记直记名文稿》 苏东坡的《黄州寒石帖》 行书因其书写快捷 飘逸一时 而深受后人青睐 无论是刻在甲骨上 筑道中上 还是写在竹简 博书上 这些文字都是那么的优美 秀丽 它们代相传递 形成了辉煌的汉字发展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